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面对这种情况他却自有对策 而因为这个对策从不吵架的夫妻二人却发生了争执 你跟他聊这个事他就发狂 乡图专家民宿达人又能否解决问题 敬请收看本期田间示范秀乡村民宿揽客记 安吉是浙江省北部的一个县城 安且吉西顾名安吉 提到安吉除了竹子 还有一个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 就是安吉的民宿了 安吉目前拥有一百多家精品民宿 每年的五月至十一月都是安吉的旅游旺季 尤其是节假日 安吉的民宿可以说是住房火爆 但是就在这么一个民宿集中火爆的地方 我们却接到了一个民宿经营者的求助信息 我们的栏目组接到求助信息之后 派出邦小妹前往了解情况 王大哥 从这上去吗直接就 王小妹 你好 对 那我们先上里边去看一看 好的 王正学就是这家民宿的主人 因为一次意外事故导致身体残疾 常年坐轮椅 你好 这个是嫂子 我老婆 你好 方小妹 你好 徐东娇 王正学的妻子 与王正学一起经营这家民宿 因为丈夫行动不便 民宿里的大小事情都是她在打理 那客人来一般都是先来到这儿呗 是的 他们直接上就在这里搬入住了 对对 客人来到这里搬入住 来请喝茶 先放这儿 在那边喝茶是吗 求助农户 王正学 徐东娇 求助问题 民宿入住率低 是否建造小型的竹工艺博物馆 您这些都是给客人准备的吗 这些是给小朋友准备的 藤做的 藤做的 那里这些都是 这些家具 这肯定是竹子了 这一眼望去 对 包括这个象棋 这些都是竹子做的 这个叫什么 这是编起来的 这是竹编 竹编 那这个也就是 插台也都是全套的竹子了 对 这是一整套的 一整套的 一整套的 这这样看起来真的是竹子元素特别多 我们家就是以这个竹子为主体 包括我这身灯啊 都是用这种竹子编的 那灯也是竹子 对 也是竹编的 哇 天 这个很精致 那这个就人手工吧 应该是 手工的 都是纯手工的 那另外还有这些工艺品 小一点的玩意 像这种就是竹叶边的 这种十二生肖 所以这个也是竹子 竹叶边的 活灵活现的 这个好逼真的 这个看起来真的 有一个特别吸引我这个能度 对 这是用竹编做起来的 那里还有一个竹编做的纺车 纺车 我的天 就是这个吧 对 这个能摇吗 能摇 这些创意是 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吗 这个反正就是 我们慢慢摸索了 王正学是 安吉小有名气的竹工艺匠人 从事竹艺行业 已经二十多年了 对竹艺有着不可割舍的情节 所以在他的民宿内 大到庭院设计 小到屋子里的摆建 竹元素随处可见 看完王大哥民宿内的 竹工艺品 王大哥又邀请帮小妹 参观民宿内的房间 这个是亲子房 我们平时的时候 踏踏里上面也可以睡觉 那么这个上面还可以看星星 顶棚可以拉开 上面是玻璃的 那要不然我们拉开看一下 这个得拖鞋吧 这个要拖鞋 拖鞋 我看看去 看着是顶层还得打扫 这是下雨下雨 这样看要是全打开 这采光就变得立刻不一样了 对 雨季的时候躺在这个上面 也很舒服的 还可以听雨看雨 对对对 这个房间的特色呢 它这个卫生间风景也很好的 卫生间还有风景 哇 马桶都是自能的 哇 你这造价不低啊 那这个房子得卖多少钱 这个房子 这一间房价是1080一个晚上 1080 平时的时候稍微优惠一点 王大哥的民宿客房 分为节假日和平时两种价格 而这间形式新颖的新空房 平时的价格在880元一晚 这个是豪华景观房 哇 你这个是豪华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觉得这个就很豪华 直接把浴缸放到这 你这是怎么想的 那年轻人呢 现在喜欢这种啊 那外面还有一个阳台 你这相当于这个也是一个阳光房的感觉了 就是有阳台的 这是一个露台嘛 哇 看一眼 我觉得这个这里的感觉比较好 因为我这可以听见那个水声 这个设计是真好 我觉得这个屋子最大的特点 可能就是那个浴缸好亮眼 好抢眼 这就是王大哥民宿内最贵的房间了 豪华房 节假日的价格在每晚1280元 即使在平日 他也卖到1080元 王大哥的民宿总共有9间客房 每个客房都各具特色 房间明亮宽敞 屋内的竹艺装饰 与窗外的竹林摇香辉映 房间看完了 9个房间特别好 有没有就是每个月的那个入住的单子 可以看一下 单子有 入住不行 就是这个 对 就是这个客房登记表 整个6月就这个 4个房间 对 7月 7月看一看 7月没有 7月没有的 7月整个月都没有 7月是没营业吗 营业没可能 8月份的会不会改观一下 8月份稍微好一点 看302一间了 301两间 303三间 这还有 这还有 最多也没有超过10间了 没有 不对 对 这还有一个8月17号 还有一个 幸亏是还有一个 18间可能 18间17间大概 15 15间 15间 整个8月是15间 对 7月一个月都没有 对 9月份感觉怎么样呢 9月份也 好像一个月只有两个周末吧 有客人的 但是最多现在看来应该还是8月 对 最多是8月 8月我们整个安吉的民宿行业它是高峰期了 它是高峰期了 我们就是每个周末来一点 王大哥家的民宿 从2019年6月开业至今 已经运营了4个月 期间经历了安吉的旅游旺季 在这4个月的经营时间里 入住率只有5% 而正常情况下 在安吉与王大哥家同等级别的民宿 入住率能达到60% 如此悬殊的差距 让邦小妹十分惊愕 在邦小妹询问王大哥夫妇 究竟是什么原因的时候 她们表示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她们在建民宿之前 没有想到的 其他的像报复生亲那边 她们就是每天都是满房的 就是在8月份这个报 对 我觉得她们可能就是因为景点比较近 我们没什么景点 还有别人是不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营销 王大哥的民宿位于安吉县杭该镇 杭该镇与安吉县的其他很多乡镇 都不一样 安吉县的主要饮用水源 就在杭该镇 为了保护水库浮受污染 这里几乎没有被开发 虽然生态环境优美 但几乎没有旅游项目 那之前的时候 你们刚开始做这个民宿的时候 你怎么没有想到这些问题呢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对于这方面 没有考虑到这么全面 造的之前 我的想法是很简单 我本身就是想做这种主意 对吧 那么我外面接这种工程 业主他到我家来 我可以给他做成一样板钱 他们到我这里来看看 你这个活怎么样 对他们心里也有一个底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我们的朋友来看 他说你既然这样弄了 还不如做个民宿 像我们安吉这个民宿 他是做的很活泡 而且我也到我们安吉县 做的好的民宿 也去看过考察过 原来王大哥最初只是想回老家 建一个供客户参观的 逐一样板间 是在朋友的建议 以及自己一番考察之后 才改建民宿的 那你考察的时候 都考察关于哪方面的 因为我们这个不懂这个行业 只看到表面 因为我们是确保这个经验 我们当时呢 一个考虑这个装修风格 第二个不是节假日的时候 到他那里就看看 他们的入住你怎么样 最简单的那种 看看他外面车多不多 人多不多 我们就是这么观察一下 人家那个都弄得还可以吗 那么我家本身有这个房子 是吧 我现在都现成的 是吧 那么我就干脆做民宿 一开始咱们要投资这个样板间 和现在这个民宿 投资的这个钱一样吗 那肯定不一样 本来预计一样板间嘛 三百来万也够了 后来因为又要投资民宿了嘛 周边环境又得整一整啊 啥的 又欠缺了一点 多了多少呢又 要多两百来万嘛 两百多吗 对 两百多 贷款贷了一百亿嘛 那相当于现在 还是咱们背着贷款 对 还背着一百多万贷款 王大哥原先在外 承包主义工程 收入不错 也攒价了一些家底 有三百万元积蓄 没想到八年前的一次意外 导致王正学残疾 腿脚不变 下午好一点 下午可能走个五六米 为了维持家庭开支 妻子徐东娇 带着王正学奔波于工地和家里 本来嘛 我是在家里面 缓缓家里 现在嘛 他摔弃以后 因为他开车不方便嘛 就我开着车 带他到工地上面跑的 工地有些地方 我坐轮椅去不方便 那个时候 他就是我的眼睛 包括那个客户沟通 本以为日子可以就这么过下去 可天有不测风云 在另外嘛就是16年的时候呢 我的老妈 她胃癌晚期了 我老爸她本身就是长期的 势力长期 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个两个老的 如果我们在家 能够弄一个事业的话 我们就不必要出去奔波了 为了建这个民宿 王大哥夫妇 不仅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还背负了一百多万元的贷款 没想到入住率却出奇的低 为了改善现在的情况 王大哥打算建造一个 竹工艺博物馆 按照我的设想 弄个大一点的展览馆 我各种各样 可以给它弄齐了嘛 也跟个博物馆一样的嘛 客人的挑衔余地又多了嘛 这个是不是这个销量 也要好一点 这么我就是在这个路边 人家过来过去 他也看得到 是吧 那我变相地又可以在那里 吸引一点住客来 这样不仅可以卖竹工艺品 还可以吸引游客 入住自己的民宿 从而达到 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而王大哥之所以想出这个办法 和现在的一笔收入有关 我最原先设计这个民宿的时候 我是每走一个人打算他买个五十一百 这个现在就是我这个供应品 有些甚至多了他一个人 他就能买一千多块钱 正是因为看到了卖竹工艺品 给他带来了一些收入 王大哥才想建一个竹艺博物馆 但是妻子徐东娇却不赞同 为了打消王大哥建造竹艺博物馆的念头 徐东娇给我们栏目组 发来了求助信息 我想让你们给我们提供帮助 就是说想我们这个民宿的生意能好起来 那他就可能这种想法就会少一点了 经过一番询问 方小妹了解到 王大哥认为自己民宿入住率低 主要有两个原因导致 一 民宿周边没有景点 没有客流量 二 自己不会网络营销 这才想出了建造竹艺博物馆的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到底能不能行得通 另外针对自己民宿入住率低 他分析出的这两个原因到底对不对 带着这些问题 我们通过专家库检索 就近找到了一位乡土专家 民宿达人周峰老师 周峰老师 你好 我是那个方小妹 乡土专家周峰 浙江省安吉县民宿协会副会长 安吉县人 经营三家民宿 生意火爆 擅长室内设计 说起周峰 最让当地人津津乐道的 就是他用小水电站改造的民宿 而提起小水电站 安吉人都不陌生 因为当地山多西水多 所以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 安吉县利用分散的溪流 小河所形成的落差 建设小型水电站进行发电 在20世纪90年代 安吉这座小城拥有一百多座小水电站 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 很多小水电站都被废弃闲置 而周峰却创造性地 把安吉县龙王村的一个废弃小水电站 改造成了一座别致的民宿 就这俩就能对起来 对对对对对 对起来 包括我们的设备 你看我们发电设备 都保留在那边 没有拆除 这个还保留呢 对对对 这个在哪 在底下呢 在我们底下 要不咱先去这儿看一下 我还挺好奇的 这下面就是我们的发电机组 我们保留一些老的元素 都把它保留下来了 你是把这么大的空间 都留给这些发电机组了 因为是水电站嘛 就不拆了 因为我们做这个主题 叫水电站民宿嘛 也就是因为这个机器才做的 废弃的发电机组 反而成了这家民宿的特色 这是我们的房间 那我们只是把地面 墙面做一些处理 我们一共四间嘛 这间叫站长室 那边有一间叫值班室 值班室 然后一间是那个设备间 然后呢这间呢 我们这间叫发电间 那这个屋子的这个价位 应该比较高吧 我们都一样 我们四间房的价格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 不去区分它的价格 这个大概是什么价位呢 我们现在是 平时卖到是1088 1088 现在是1288元一间 那这个价位其实不低呢 还好吧 这家民宿的房价 和王正学大哥家相近 但是入住率却大相径庭 这家拥有四间房的民宿 在6至9月份的这四个月里 入住率达到了80% 看了这么多 你的那个入住率之后 我想特别想问一问 就是咱们是怎么做到 这个入住率这么高的吗 首先一个就是 你的产品要够好 在我们做民宿 我们其实把它当成产品来做的话 你就会去分析它嘛 其实也没太多技巧 产品好 推广好了 然后你的曝光度高了 然后客户体验度好了 那自然会有复构嘛 周峰老师 我们其实这次来呢 主要有一个目的是 希望你能够给一个 做民宿的人帮忙 能让他入住率 哪怕只是稍微的 往上提一提 提入住率的话呢 入住率的话 我们得去现场看一下 但是如果说想立竿见影的 这个事情是 比较困难的这件事情 在我们的一再邀请下 周峰答应去帮助王正学 还带了朋友过来 自然 这是建筑设计员 你好 建筑设计师 这个核心 你好 做自媒体的 是我们的背后的推手 咱们就一块过去吧 你好 干 这个应该就是 他们的那个 接待客人的大厅 一般来的客人 都是直接来这里 小心 小心 好 好 咱们怎么看看 先逛一下 自己看自己的 自己看自己的 好 看一下吧 挺好的 挺好的 我现在看到 实际现场看到情况是 就类似于我们 一家店刚做完 我们的管家 我们的一些员工 都没到位之前的状态 就是 甚至说达不到我们 试运营的状态吧 差不多就是1280 应该算是比较高的一个屋子了 还是1080的一下 我忘了 那这个房子得卖多少钱 这个房 这一间房价是1080一个晚上 1080一个晚上 反正也是在1000以上了 有哪些问题呢 可以直接都这样说出来 整一个空间布局 我觉得还可以的 关键就是细节 细节 很凌乱 就比如说我们这里 你看整个这么大一个平台 它就放了一组那个围棋 对吧 这种台面 因为是竹子的 它是相对比较 这材质比较硬的 那么人的坐感是不舒服的 对 那肯定需要加一些软垫 茶具啊 像比如说它这个 它在用的这种装饰化 你看全是印刷品 或者说可以换一个 更精致一些的装饰化 那么还有比如说 我们一些细节 像这一块 你看 首先它用的拖鞋 这是这种塑料拖鞋 但一般如果说 这个房间卖到一千左右的话 拖鞋的单价 肯定要 还是比较高的 就是有质感的 那包括我们看 我们这一块 是水是放在这边了 对吧 那如果是按一千卖 这两瓶水是不够的 它需要配上其他的软饮 比如说咖啡 巴黎水啊 这也可以搭得更丰富一点 因为你的房价在这边 对吧 对 那么包括这个 你看 这个 这个壶倒是挺好看的 但是使用不方便 我们这边也没有插座 对吧 还真没有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是 应该这个房间之前 我们在考量的时候 是不放这种热水壶的 应该是放什么 就是烧完水的热水壶 而不是就现场烧的 不用客人自己烧 因为这个是两个千瓦的 如果客人住满的时候 整个房子的用电量 大家都在烧的时候 他整个对他的一个 总电阀的那个会有 电压可能会不稳 对对 所以说我们一般建议 就是这么小体内的民宿 多是不要让客房里面烧水 因为它不是酒店 何欣你觉得这个水 好像很脏的样子 我感觉 对 感觉这个甲山叠得非常 就是好像不涂不扬 我觉得 我觉得比较像我妈妈要看的那种 没有把跌水 包括一些像是一种 溢水的那种场景做出来 就水引进来 反而成了一个败笔 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它这个水 其实是属于它整个空间里面 唯一一个有水的地方了 对对对 它一定可以把它就是美化一下 然后我看这好像有个泵床 是他们孩子好像很喜欢的一个东西 给孩子玩的 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卖点 一个很好的玩点 但是它太单一了 我觉得它的功能性没那么强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放一些 就是爬梯这种结合在一起 或者跟这个后面这个山坡 直接结合起来 一个小型的一个攀岩 就是儿童小乐园的感觉 这里可以建一个 三位老师对王大哥的民宿 做了仔细的查看 接下来大家就要共同 给这家民宿会整了 首先就是它这边 有一个很紧要的问题 就是现在要建造一个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就是竹工艺博物馆 因为大哥想到这个方法 是想通过建造博物馆 来吸引这个游客 对给咱们这个入住率提升 安吉有一个比较大的 叫做自然博物馆 它不一定会带动它周边的祖宿 因为现在驱车来的话 它的一个交通方面非常方便 就是它自驾过来的 它可以马上走 所以说光离得近 也没有什么信 对 因为现在住在民宿周边 没有景观资源的太多了 只是他们因为现在 民宿成为了旅游的目的地 它就是为了来住民宿 才来民宿的 其实还是要提升 自身的这个品质 那这样的话就是建议和不建议 您的意见是 不建议是不建议 我觉得这个潜用的方式不太对 我建这个竹工艺展示馆呢 就是说它这个工艺流程在里面 人家到这个里面 他可以观察得到 像我们这个家里呢 区域空间太小 你展示的东西太少 从目前来看 人家这个顾客带走的东西 他带走的竹工艺还是可以 那我想呢 如果这个的话嘛 就是我这个二次消费 也可以提高了 他们那些好一点的民宿 它都在景点附近 运营的这个收入呢 肯定是要比我们高一点 像我们这里呢 我一开始也是运营输入 可能要比他们差一点 那么我就是一加一等一二 然后我能够再弄一点 那个二次消费 这是两个概念 你把一个本身两个 都没做好事情 想把它强加在一块 促进一个销量 但不要忘了 你想打算继续花两百万 这已经五百万花掉了 七百万 你都点在哪里 你一直在非理性地 投入你的任何项目 你现在是因为 在竹工艺这块是没有花钱 你只是把 我们看到这种家具放在这边 你只是一个采购成本 你没有投资成本的 民宿就是民宿这块生意 民宿都没做好 我们就是先把民宿讨论好 因为我们在光你这个空间 我们就发现很多问题 有各种问题 如果是我 我自己的民宿 我说说 我的管家 我的打理层 我直接开除掉了 为什么 叫没有用心经营 我是做经营的人 从我今天从大门进来 到我们现在做的这边 我可以很负责任说 安吉这么多民宿主 你是最不用心的一个 他说我不上心 我心一想 我自己心一切想 我还站上心 既然这么重视一件事情 那你为什么后面不好 更去重视他把它做好呢 这个本身经营民宿 我是第一次 新手 没有经验 咱就是说 三位老师也给了意见 咱就别往继续投这二百万了 您同意吗 这个就跟我们周峰老师 说的有道理 先把这个先弄 弄得在那个 那个我还是迟早点 还是要弄的 迟早还是要弄 但是现阶段咱放放了 暂缓 暂缓 咱们先不执行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到这里为止 大嫂希望王大哥 不要建造竹艺博物馆的诉求 已经大致完成 但王大哥家的入住率这么低 究其原因 真的是王大哥所说的那样 是因为周边没有景点资源 和不会营销导致的吗 首先作为民宿来说 入住率不高 那么其实七八月 也有比你更偏的地方的民宿 入住率也很高 我们在涵盖更远的地方 就离你们很近的 那它为什么会有能量 为什么你没有 问题不出在别人 出在你自己身上 周峰认为 王大哥家民宿入住率低的原因 不在于区位的好坏 而在于民宿本身的品质 以及细节 我们刚才整个看了一圈 确实有很多细节 不是特别到位的 主要是软装这一块 我们现场看到的 很多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你太过于把你一些空间 变成家居款了 包括我们公共卫生间门口的 这毛巾 那可能是没有客人 然后我随手就放个毛巾擦一擦 如果今天有客人来呢 你的毛巾来得及收吗 反正就很随意 很随意就是我居家的状态 它不是个经营的状态 在我们的民宿 我们要求它必须是什么 经营状态 这跟有没有客人是没关系 这个对 他们说的那些呢 就是服务要用上去 卫生什么东西 那么另外里面天天什么软 装什么东西 这个我认为是对的 这个应该 从体面这一块的考虑 外部空间的营造来讲的话 因为现在很多拍照点 会在外部空间制造一些打卡的点 但是我觉得它的打卡的点 首先没有打卡点 第二个呢 就是说整个的外部空间营造 我觉得功能的单一景观呢 就是说丰富度很差 包括路径的设计 水的设计 包括跌水的处理 这个我觉得它可能现在能做的就是非常的简单直白 像今天王大哥一样投资500万 做成这样的一个样子 我觉得它并没有把资金很合理的一个利用 我觉得它的这个前期的就是建筑设计这个阶段 几乎思考为零 那个林老师说的那些东西我也都知道 我跟你说白了一句话 就是像我一个产纪人 这个资金有些 他说的这些东西我是都有点数 但是目前呢就是说投资这个事情的这个资金有些 我估计可能在小二三十万肯定是要的 那么除了民宿的品质 影响民宿入住率的还有没有其他原因 王大哥认为网络营销很重要 专家们又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就我刚刚已经就是神看了一下他们家的线上情况 作为一个顾客来讲的话 就单纯从那个线上照片来看 他们就是很随意的就是手机拍摄了一些 就是不太吸引人的 第二个就是我们来到了现场以后 就找不到一个任何可以拍照的一个 没有什么可以打卡的地方 这个是对的 这个入住率低 主要是营销嘛 你像我们跟顾客 有些顾客你都是互不相识对吧 他都是从网上 他就看你的照片 照片们也是我手机拍拍的 再第二个就是软文 这个也是欠缺的 专家们认为 影响民宿入住率的主要原因 有两点 一是民宿自身的品质 二是要通过合理的营销手段 来宣传推广民宿 接下来就是如何提高入住率 周峰老师给出的意见是降价 800到1200之间的民宿 目前这家店是不具备任何竞争力的 因为同类别这个价位区间的民宿 我室内空间 我的软装配备 就让我们之前很多细节 包括服务流程 它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更细致一点 所以就王大哥这边 1200可以没问题 我说实话 1500也没问题 只一说有没有人买单的问题 您同意吗 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虽然说我们前两个月是没生意 但是根据我这个店的回头率还是多的 咱们有几个回头率 一个是他那苏签的 他们来了 他也来了两次的是吧 在一个那个男性的 发了朋友圈 我插了去那个时候他的几月份 几月份 八月份 八月份按计所有的民宿房价 都是一千万少 周峰老师认为可以先用降价的方式来提升入住率 那为什么我们强烈建议你降价 是目前这家店给我们的价值感是没有那么高 这个专业角度我这个房间应该是多少 房价是吧 房价 房价 按照目前你这里的房价 500到800之间是个合理区别 500到800 我们现在就是给他捐价 捐价就算700 700好了 按照你们说的那种降价 你买房 他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回本 什么时候能够回本 这也是最关键的 这是一个非常幼稚的问题 没有个人敢给你单法说 什么时候回本 我们认为市场 全中国的市场 民宿回本五到六年 是一个非常优质的项目 他说这个五六年 是吧 五年 你就按照他这个算的话 你拿不回 我们现实看到的情况是 当别人的入住率 可能这一个月做了200间客房的时候 他只做了20间 然后付购率是有 但是他付购率的概率比较低 来了十位客人 可能付购了八位 对 是你挺不错 但是你没放大 如果是你有200单客户呢 如果我房价降到500 我可以秒降所有的房间了 这个我现在就在问你一句 这个住500的人 跟住1000的人有什么区别 没什么区别 对我们来说没区别 那错了 那这个我是这么认为 可能你们又要说 我可能500 这个东西你如果说 把这个房价降了 你下次打个比方 我今天来住是600 明天过了几天 有可能你生意好了 你说变800了 那他这个心理好像 有一点这个 价格没必要强 我认为价格没必要强 那你说我坚决不降价 你要市场买单的呀 明白了王大哥不降价的原因 几位老师商量之后 开始调整方案 你认为的不一定对 我们的方式不一定有效 对吧 但是我们要去中口去谈 就我们所谓的开眼看世界 先看一看你周边 看下整个市场 你看所有的好的 排名第一页第二页 携身看 都有特价房 特价房是这两天 在111480的房间 今天可能就是 380在卖的 这是他营销策略 我就给彩蛋呀 我的目的是拉流量呀 拉入住率呀 我们有些客人 付了580的房间 直接给他升1080的房间 当然升房了 因为房间控制还是控制 实际上把民宿做好 做金 他真的是要花大量的时间 精力去研究它的 几位老师与王大哥 商量出的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推出特价房 增加客流量 除此之外 老师们还有没有 其他的建议呢 因为它的空间很大 它可以开创一个 手工艺的体验区 这样的话会有特色一点点 特别是逐这种 这种质消耗品 它其实可以把这个参与度 包括定制 包括一些跟所谓的一些 什么像那种 什么伴手里这种东西 结合起来做 包括一些体验的一些编制 对吧 他如果体验这个东西 因为我这个最终 建这个民宿之前 我也是就是说 让游客能够体验这些族意 体验这个族意互动 那这个应该 我想这个东西 还是不可抛弃的 因为这个本身就是 我这个民宿的主题嘛 刚才那个年老师他也说了 他也要有互动的区域 是吧 他也说也可以让这些游客 可以体验对吧 这个正好跟我建那个 也是有思想构思的 几位老师再次与王大哥达成功识 利用王大哥的竹编手艺 来增加与游客之间的互动体验 具体的做法就是 制定竹艺编制亲子体验课程 三位老师也根据自己各自的领域 给了王大哥一些方案和建议 庭院这块的话 我可以给一些前期的一些概念方案 这样的话 他可以照这些概念方案 进行一些优化 也不可能大拆大建嘛 因为成本上有考虑 最终您的这块服务 大概到什么程度 基本上就是他师傅能懂 怎么样施工 就是能施工的起来 他那是这个意思 那何老师您呢 我们这边的话 因为主要是在 于他的这个整个店 就是这个民宿的包装方面嘛 所以一般就是 可以帮他就是把图片优化一下 拍摄一下吧 拍摄一下 对 然后他们的整个 的介绍的文章 然后这是日片 给他拍个宣传片 宣传片 对 就是一个 把他民宿整个的 展示给人家的宣传片 就一分钟视频一般是 一篇文章 一个宣传片 拍点照片 这三点我没理解错吧 那我能想到的 最直接的 我把我全套设备给他一套 叫我们管家 把我们店的所有的东西 带一套过去 帮他摆一个房间出来 也就是说 周老师您可以 把管家拿来 给您来讲一遍 一遍流程走下来 给您详细地说 这三位老师都 极尽自己 现在有的一些资源 和能力来帮您了 谢谢各位老师 我们教给你方法 但是你要去 能完成度是多少 那么看一 这真的只能说 在于你自己了 像连老师这边说的 我们方案出来 是没问题的 就包括参考方案 我们都可以给到你 但是确实像你说的 你投入也需要资金 对吧 这个没事 这个投入 我这个东西 买东西 我再去买 那么到此为止 老师们所提出的建议 总共有以下几点 一 做好民宿的服务和细节 二 推出特价房 增加客流量 三 通过增加 逐艺编制亲子体验课程 来增加与游客之间的 互动体验 四 做好网络营销 及时关注线上信息 而三位老师 也很快行动了起来 阿姨慢点啊 好的 来了 你们好 你好 还有两个阿姨 对 我们阿姨都来了 辛苦辛苦 还带了这么 就带了什么 就带了很多装备 那我们接一下吧 还好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了 这个有问题 先里面 来 阿姨 我们这边放上线 好的 先把它 对 这些 对 这些清理出去 然后叶灰缸 牙签和 毛巾阿姨 这边要重新点一下 哦 好 水清出去 这个茶口也清出去 对 茶壶房间你不放啊 茶壶房间你不放啊 然后 这个也拿出去 毛巾要重新叠 你要看的 哦 好的 毛巾的叠法要同一了 哦 是的 我们要来学一下 我们听过说叠色 要用叠扇子 搅背齐 哦 搅背齐 嗯 叠的时候还需要用点力气 给它压平整啊 稍微压一点 稍微压一点啊 哦 这里还要铺一块 对 还得这样铺起来 这样的话 颜色就不单一了 然后加上客人也很有用 为什么 太热的时候想感觉稍微拼一下 外面晚上山里凉 这个是那个 就是毛巾毯吧 对 哦 这个网上都有的 哦 在网上购买最先 是啥 阿姨这个正式体重秤 哦 还要体重秤 对 每个房间还是要一个体重秤 对 每个房间都需要一个体重秤 对 然后这边的话就作为一个 就是休息的茶 哦 喝茶的地方 对 这样一样 把这个去掉 对 这个 然后 这个我拿回去 对 要撤走 对 撤走 对 撤走 这个就是放在这儿 对 放在这儿 不是放在那个柜子上面 嗯 然后等一下我会再给你总结的 好的 好的 阿姨 我们看一下卫生间 那个毛巾要帮他们重秤叠一下 然后阿姨把玻璃要擦一下 哦 好的 毛巾重秤叠一下 嗯 可以看一下毛巾怎么叠 哦 好的 而且你如果说厚的话 你就不能这样点 那么它就放不牢 哦 如果说是像薄一点的 那就没关系 就这种叠吧 哦 如果厚的话 你就把全部抬开 嗯 这样对叠 对叠之后再叠 这样就会好叠 哦 还有你这个水龙头 不要对着客人 这个稍微转一点 它开出来 就不会飙到人 哦 这个榻榻米这里 那么原来你是一个下棋的地方 对我是下棋的 我现在帮你改成了一个像茶室一样的地方 对 然后呢 这边是饮料区 那这里我放的是伴手礼 就是客人离店的时候的一个赠送给他的伴手的东西 这 这边的话就是地点 哦 那么客人下床有时候逛脚 他踩到地点上会舒适一点 哦 然后两个窗头柜帮你也清理了一下 好 那么一般情况下是 右手拿纸巾 左手拿水果 哦 就记得 因为我吃完以后 右手纸巾一擦很方便 左手是拿水果 对 然后水果的话记得 嗯 少亮一点 不要太多 然后颜色稍微鲜艳一点 哦 方便客人拿 然后都清洗好放进去 好 然后卫生间 哦 我们到卫生间看看 嗯 毛巾要全部都折成这个样子的 毛巾毯子全部按标准点法 好 商标要藏到里面去 商标要藏里面 商标要藏里面 哦 商标要藏里面 一定要藏里面 然后贴风机要放下面 哦 然后所有的餐巾纸 如果你备用的话 是要把包装都拆掉的 哦 纸巾全部拆掉 好的好的 我们看一下外面 哦 哦 这里你也给我整理过了 哦 全部都整理过了 是的 第一个是那个烧水壶 我们不要放在房间里 你去买一个符合 就是说我们整个风格的一个热水瓶 热水壶 是一个保温的 对是个保温壶 如果他在工区的时候 他今天要住了 他上楼了 那么你提醒他 你可以另一壶水上去喝 然后他就拿上来就好了 然后水杯的话 就换成这种透明玻璃 有质感的水杯 另外的话烟灰缸 这些都不需要 不需要是吧 我本来还有个烟灰缸 然后再放个花瓶 都不需要全部拿走了 花瓶也拿走了 都不需要 就这样很干净整洁 就行了 对是的 简单的这么一收拾 但是其实好细心啊 大家有什么收获 是的 我也觉得有点变样 变样变了很多 好像比原来要整洁一点 而且更贴心一点 对 有些很多细节 我们都是没有想到的 就是细节 动了一点细节 就完全不一样 像这些床头上的 还有床旁边的这些垫子 还有包括床上搭的毛毯 都是很细心的 很细致的 真的挺好的 真的挺感谢你们的 小贴士 小贴士 民宿内的布置 要以客人的需求为主 尽量营造舒适温馨的环境 如毛巾叠放整齐 纸巾要拆开包装 水果要清洗干净等等 而何欣老师也紧随其后 带着他的摄影器材 在王正学家认真的取景拍摄 何欣老师还把逐一编制 亲此体验课程的详情 通过网络推文的形式 发布出去 而做建筑设计的连志杨老师 也连夜感知出了设计图稿 现在大家对这些建议 都是非常有信心 那到底有没有效果 效果怎么样 我们拭目以待 没想到一周后 王大哥民宿真的迎来了一批 参加逐一编制 亲子体验课程的客人 是我 好 来 我们这个呢 这边是开口的这一边 那么我们给它相反 这里把它夹牢 从这边穿过去 你觉得咱们这个手工课怎么样 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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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学习这种东西 对小孩子的什么手 动手的你动脑的你都是挺好的 有了一个好的开始 王正学的脸上满是笑容 开心啊 因为证明他们都很喜欢这种图片 今后我们这个族裔这个路 让我感觉到更有信心 而客人们入住客房后也都反响很好 虽然提升入住率还需要时间 但是王正学非常的有信心 那么王大哥家的民宿入住率现在又怎么样呢 王大哥又是否按照连老师的设计图纸进行了外部空间的改造 在节目播出之前我们特意做了一次回访 王大哥说他除了房间内增加了一些软装 比如帐篷之外室外空间也做了一些调整 不仅增加了儿童游乐设施滑梯 还在山上开辟了一条游步道 虽然资金有限 但是王大哥说 未来他会一点一点去改造 包括院内的植被等明年春天 他就会种起来 他说现在也陆续有了点客人 他相信明年他的入住率一定会提高 请不论日子 我认为他要保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